当地时间12月10号上午10点,加拿大布列甸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对华为公司负责人孟晚舟女士的保释听证重新举行,经过数小时听证,最终没有得出结论。法官表示当地时间12月11号,听证将继续举行。 在听证会开始前,便有大批媒体记者赶到现场采访。法院外面,不少华人赶到现场,手持释放孟晚舟等标语。其中不少华人表示,此次事件只是出于政治动机,孟晚舟被拘留侵犯了她的权益。 那么加拿大用这种方式来帮助美国做这件事情,那么造成了加拿大在一个非常,非常就是让我们加拿大的居民很不安全的一个地域。 据介绍,法庭上,孟晚舟女士的丈夫也出现在法庭的听众席上,并表示愿意担任孟晚舟的保释担保人,但由于其没有加拿大国籍并非加拿大移民,法官表示对其作为孟晚舟担保人存在担忧。 法官同时表示,现在美国并未对孟晚舟提出引渡申请,现有的只是临时逮捕令。 法庭文件显示,孟晚舟较早的时候称自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要求在等候聆讯期间保释。 据华为公司发布的消息,孟晚舟女士此前是加拿大转机时,被加拿大当局代表美国政府暂时扣留。 美国正在寻求对孟晚舟女士引渡,面临纽约东区未指名的指控。 在孟晚舟被拘留后,中国外交部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和加拿大驻华大使,就加方拘留华为公司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并强烈督促加方立即释放被拘押人员,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正当权益。 12月11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出席2018年国际刑事与中国外交研讨会开幕时时表示, 我们时刻关心每一位在海外中国同胞的安危冷暖,对于任何肆意侵害中国公民正当权益的霸凌行径, 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将权力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利,还世间一份公道和正义。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相信加拿大的法院会做出正确的决定。